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山野蒼茫 水蒼茫 人生倒霧 等我茫长 红尘入海 浩草云飞扬 岁月何时无法 你是他 天上的雨 我是他 精髓的风 生愿怕你相悲 死愿怕你相随 生愿怕你相陪 死愿怕你相随 谁将闯入我心灰 死愿 intelligence 山益风光 水冲 愿意状弃牧 天脸彬 języ jaw 해 remain 你是那天上的雨,我是那尖碎的风 大人,他跑了 你等听着,宝盒现已到手 皇上密诏,任何人不得私自开河看保,如有为辙 定战不赦 是 大人,陆地民工全被杀死了 只是 什么 哥大人的后人突破前逃在外 小心查访 这 克鲁毛贼蠢蠢一动 大盗张凤吴 他一定会来盗保 皇上一派大逆高手傅宇伦前来互保 大人 傅宇伦大人怎么还不露面 大胆 皇上自有妙计 何须你等多言 喳 你等严加看守 如有闪失 定此无疑 速度准备 明日启程 赴热和金县皇上 折热和金县皇上 折热和金县皇上 其中 我可以 Cox 你来得小心 把盒放在何处 在密室 现在爬着 这什么事 是谁干的 在那儿 大人大人 国宝被盗走了 什么 给我追 追 快追 我托巴尔托先辈显灵 死里逃生夺回了国宝 尽向万能的巴尔肯启示 国宝献给天王红秀权 严俊 咱们暂且避一避 你是什么人 还我国宝 丢失国宝 皇上必降死罪 与其受死不如自裁 这首使何故英雄气短 惹天下人笑话 恩人留下性命 一图后报 国宝乃天下之宝 人人有护卫之责 何谈报答二字 恩人可是御前四品护卫 傅宇伦大人 无需多问 小心护博 陈帮主 刘布 刘布 刘公 喜妹 后会有机 后会有机 告辞了 郑大叔 我爷爷托您的事 您可千万别忘了 喜妹的终身大事 我怎么敢忘了 大叔 郑帮主 有空上我的酒店转转 好 告辞了 等等我 郑帮主 是蝴蝶帮帮主 郑帮主 你们好 你好 郑帮主 二位帮主驾到 我郑某幼师远迎 刚刚离去的二位 是何路英雄 竟是郑帮主如此高兴 那老的是豪颜客店的老板 叫潘六公 少的是六公的孙女叫喜妹子 他们也是为夺宝而来 不 不是的 他们是来找老公的 二位里边请 找老公 爷爷 能找到吗 能找到 郑帮主讲义气朋友多 他一定能帮你 瞧把你急的 爷爷 喜妹子 慢点 此事说来好笑 三年前喜妹子业语歹徒 正巧碰上大侠张凤武 张大侠夹着她一夜即行 从此喜妹子就认定张大侠是她的老公了 三年来处处打听 怎样张大侠行踪不定 无处可寻 听说国宝复出 张大侠必来夺宝 于是他们便到我这来打探消息 原来是个多情的痴丫头 二位帮主可是为夺宝而来 正是 蝴蝶帮愿和龙虎帮联手夺宝 不知郑帮主意下如何 这个 你干嘛 你干嘛 干嘛 干嘛 你干嘛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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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 有人闯进府来了 有人闯进府来了 大胆狂徒 竟敢在龙虎厅上撒野 来人 把他给我砍咯 好 大哥 出本 为何如此狼狈 说来话长 大哥 我去换换衣服 也好 来人 在 带二爷后院更衣 多谢 罪命 此人好武艺 好版量 竟敢在正帮主面前捂刀弄斧 他是格大尔的后裔 叫土巴尔 与我有蒙血之交 格大尔 这次国宝不就是在格大尔的墓地挖出来的吗 土巴尔一定是为夺宝而来 那不多了一个分宝的吗 不行 不行 我不要他 大哥 他不要谁 土大哥 我要你 我要你 那我干什么 要你 一块夺宝贝 那我先谢过这位大姐 贤弟 我来引荐一下 这位是惠民 这位是惠英 他们俩都是蝴蝶帮的帮主 久仰了 郑帮主 我们姐妹已经打探到五哥鲁近日到热河把国宝寄献皇上 我们的路边求酒棚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好 明日我们在二位开的酒棚中会合共同夺宝 好 告辞了 告辞了 恕不远送 土大哥 明天你可一定要来 我等你 贤弟 你的艳福不浅 好 好 客官 您慢走 好 谢了 您慢慢喝点 您再慢点 二位慢走 好好 谢谢 您慢慢喝点 您再慢点吧 他自称是厕死先生 可我从来没有看他给谁测过一回字 对啊 还有内费 也行其可疑 先别弄出动静 等郑帮主来了 再做商议 出去 瞎脸的东西 也不看看谁开的店 你压死我了 起来 压死我了 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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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 你出点屁股 为什么 鞭 鞭 你出去 出去 听见没有 你知道这是谁开的店吗 快出去 快点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 放开 放开我 你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吃饭 你敢打我弟弟 我跟你拼了 你放开我 日吃千家饭 夜宿古庙堂 不做饭法事 哪怕建军王 老板爹 给我酒喝 喝个屁 屁 屁好重 你个臭要犯的 敢在这儿放肆 女人举拳 天下大乱 我炸你个臭要犯的耍贫嘴 这位女子花容月貌 怎么如此好斗 可惜 日后要是嫁了人 只怕天天得打离婚 死心眼儿 客官 你要乞讨也不必这样取闹 我要是吃饱了 也有的是菩萨心肠 何苦让人见笑 这里不是乞讨的地方 拿着银子 你这个人好不明白 带着兵器守在酒棚门口 镇守使乌格鲁本是压着财宝路过此地 见你这副样子他还敢来 客官 我不过是从南方来这里散散心 那边太平军闹得厉害 管他什么宝贝不宝贝的 这里的人各怀鬼胎 其实都是奔着九龙日月尊来的 这位爷是哪条道上的 怎么瞧着眼生 在下也是走江湖的 全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 混口饭吃 原来是算命的 好 那你算算乌格鲁的九龙尊会落入谁人之手 这江湖上的事不可信口胡言 佩礼 又多了一个耍贫嘴的 我到略知一二 快请说说 这笔生意成交得也太容易了吧 要 要什么 要点酒 润润咋子 我要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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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张凤吾要来夺宝 什么 张大侠要来夺宝 死宝必失 郑巴如 请坐 多大哥 你们来了 来作战 皇帝老儿也不是吃素的 他自有锦囊妙计 什么锦囊妙计 喝 皇帝老儿早已派出傅宇伦大人暗中好 好 你说的可是曾为免军首领后归顺朝廷的傅宇伦 对 这傅宇伦十分了得 十个张大侠 你也顶不上他 那是条看家狗 江湖好汉 气质不及 人格有志 不能勉强 人家这会是高官任坐 骏马任骑 你怕是眼红人家了吧 请问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 你们没听说 这个傅宇伦平生有一爱好 什么爱好 快说 你大学乖了 不说 你敢骗我的酒喝 兄弟 但说无妨 全档消遣 好 我说 这傅宇伦乃彩花高手 他要睡变天下的女人 像你们这么漂亮的可保不住 不要你胡说 别别别 这臭要犯的 犯罪狐爷 来 你是册子算命的 你倒是算算 这国保是让张大侠抢走 还是让傅宇伦保住呢 这个 对 你好好测一测 算准了 本帮主重重有赏 万事万物各有归宿 天机早定不可泄露 呸 九龙尊不过身外之物 这许多人舍了性命来寻 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各位 请听我一句劝 还是回家去吧 呸 我看你是鹰犬傅宇伦 帮助他们开刀了 你再回去看看 郑帮主 我们上当了 吴格鲁带人不走大路翻山而过 好有点高齐 我们在这打打杀杀 吴格鲁早已溜走了 叫花子不见了 不好 算命的和武士全走了 叫花子一定是傅宇伦的人 故意在这打闹托述我们 放走了吴格鲁 真可恨 事不宜事 我们快走 走 朕收拾吴格鲁到野会办事 他已经装扮客商押送九龙日月尊上路了 皇上 皇上 臣刚刚得到消息 长毛红袖拳看中了侠客张凤武 已派人和他联络起誓 张凤武避讳露面 你抓紧去办吧 灭了江北野寇 朕才好一心一意的对付长毛贼 臣已经调动了各路兵马在热和集结 对不起 与前护卫夫一轮也在暗中守护吴格鲁 这次一定会顺了皇上的心愿 快点跟上 您真是高明 走这条路真是万无一失 此处要有歹徒 国宝太危险了 大人 不走大路 翻山川零而过 真是妙计 那位玉前护卫不远 也不知道在哪儿 皇上让他来护博 总该露个面才是 站住 站住 各位好汉 往何处发财 就在你身上发财 留下身上的一切东西和银两 放你等一条山路 否则这黑铃山口便是你们的放山之地 大蓝强子 竟敢拦路抢银 可是王法的厉害 什么狗屁王法 你尝尝老子的刀法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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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这个人好奇怪 我到哪儿 你跟到哪儿 你这个人才奇怪 我走到哪儿 那里有你的病 我的脑袋 大人我来保护你了 我走 何行野鬼 赶来换父奶奶的好事 你把德修部折下来 让我们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笑话 大人 有负义轮大人驻站 追 慢 四处地形险要 穷头勿追 快 快 前面还有险路 小心扑保 你看那汉子武艺绝伦 他会不会是傅玉伦 傅玉伦奉旨暗中护保 他不会如此张扬 打打杀杀的 那他会不会是大侠张凤吴 张大侠如出面 我看你不张不扬 不张不扬 忽漏忽藏 倒有些像张大侠呢 如此说来 你就是富与伦落 快叫门去 这想象真漂亮 来了这么多客人 爷爷 来客人了 人还不少 客官请 请 请 这是怎么回事 快拿来 镇守使无歌鲁 夜宿客栈有凶遇 小心敌防月西石 傅大人 是傅大人 你还想保护我们 西妹子 请客人进屋 跟我来吧 多谢 店家 请勿关门 请勿关门 店家 在下借助一宿 店家 在下借助一宿 二位 你怎么学我说话 这怪不得我 我要说在你前头 不就变成你在学舍了吗 住店不分先后 二位请进 好 请 今天可真有点邪门 怎么回事啊 快点关门吧 有人没有 都死绝了 瞎照顾啥 要卖嗓子 上西台去 少在这儿炸火 这可是六宫的孙女 真是越长越水灵了 你们是住店还是吃饭 好 喜妹子 住店吃饭 两样都有 您来了 郑大叔 您把人给我带来了 对 怎么样 你真是我那天天想 日日念的大侠吗 不 我不是 什么大侠小侠 见着年轻后上 你就喜欢 我就是喜欢这位哥哥 你怎么着 满天还找老公 这会儿又冒出了哥哥了 对 今天是哥哥 明天就是老公 你说对吧 大哥 不对 错了 喜妹 官兵都住哪些房间 来了一拨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官兵 他们把雅后都包了下来 住在北边 我们住南房吧 喜妹 请带路吧 走吧 我说喜妹的 快招呼客人 知道了 快招呼客人 真是气死我了 算了 别生气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黄毛丫头 不知天高体厚 敢跟姑奶奶抢男人 你呀 太男人了 将来一定要栽到男人手里 怎么可能 叫店家送点水来 赶了一天路 够脏的了 店家 送点水来 来了 破坏门 怎么老开 进来 放这 真累 走 有人 在哪儿 奇怪 我明明看这个人影晃动 你不是被水迷花了眼吗 真是我迷花眼了 这屋里要真藏个男人 咱们可就露馅了 慢点 爷爷 今晚来了这么多人 怕要出事吧 都是从国宝九龙尊来的 咱们开咱们的店 别的都不管 我的事你也不管吗 急什么 不是还没来吗 谁说没来 我看有一个人挺像的 谁 就是和郑大叔一块来的那个人 好好 我为咱孙女想姑爷去 爷爷 这孩子 好 上楼去 请祝雅号的客人下来用餐 好 来 客人 郑王主 咱们又见面了 六公你好 当然又见面了 六公小心 后生好身手 闯荡江湖 多年了吧 在前辈面前 不敢夸口 你们是不是为了那国宝 不 家里待久了 出来散散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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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今儿晚上 这客店里可来了不少人 我早就说过 这当公差是提着脑袋干的 楼上的客官 请下来用饭 大人 请下来用饭 这 饶了我了 大人 有贼 是个女的 什么 好像是翻山街道的那个女的 他们会来的这么快 客官 快请下来用饭 大人 看来不能离开此屋 让他们把饭送上来 这 喜妹子 过来 喜妹子 你眼力不差 八尘就是她 真的 这人挺稳重的 内功深厚 说起话里滴水不漏 很有点像张大侠行不留宗 人不留名的做派 我再去试试它 你可千万别大侠长大侠短 到处都是官府的人 我知道 来 你我青春年少 要喝就喝个龙凤城翔 咽咽何欢 不 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兔巴尔不敢擅自做主 哪这么多规矩 咱们喝完酒就上床 完了事就各走各单步 你还真指望我嫁给你 你真不要脸 赶紧我的老公 臭丫头 做梦的小老公 姑奶奶偏让家二魂狼 什么意思 KNIFUS prospective 酷子 видите 好了 不敲他 我真的看不完 干不完的时候呢 谁叫你成为老公的 对 六枝 小心 commencer 一搅我的老婆婆 来 大人 他们下面打起来了 那就打吧 独自几个 还痛快 多热 来来来 多喝点 重来发现会就差别管理了 小心 乐极一声 不好 大人 臭丫头 大人出什么事了 他们如此打倒闹闹 莫不是声动机器趁我们疏忽大爷杀了过来 大人说的有道理 大人出什么事了 快来来 打起来 我把他看住了 臭药犯的 你哪不能去 非得在郭奶奶面前晃的 又成了大侠 否则就有人亲哥哥亲老公的 爱你没个完 多远点 我没找你惹你 帽开什么 好 好男不和女斗 还不行吗 哪位客官方方善心 郑公主 来 团羹圣饭 薄酒一杯 足以 兄弟 请到这边喝几杯 江湖上 这边喝几杯 有一句话 送我一粒素 还你十斤米 行 好酒 好酒 一闻便醉 哪里 分明是你脚下打滑 罪手牵羊 吃鸡 脚踏莲花 你也有份 借花献佛 完毕归照 好一个完毕归照 请 好酒量 来 接着喝 这酒钱算他的还是算你的 当然算我的 他的就是我的 你还是我的 拿酒来 快点 来 接着喝 来 喝喝喝 好酒 一场好戏 全让这叫花子搅了 这叫花子实在可恶 叫花大哥 你能不能行个方便 自己出去 我行方便 谁给我行方便 这位天姐 这位天姐 能叫我生哥哥也行 臭小花子 你也来挣姑娘的便宜 别 别别别 好姑娘 好姑娘 好胆量 弄疼我了 真不用理 喜梅 喜梅 怎么样 你怎么打我 兔大哥 我不疼 串丫头 你怎么打我 你就这么被人亲 串丫头 上来 陪孤带来玩吧 串丫头 过来 我不敢 告诉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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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不要为我打架 我倒是娇娘争宠 却原来是意在佩功 看来好戏在后头 丁家 丁家 拿酒来 太瞒了 太瞒了 别打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怎么回事 丁家 拿酒来 太瞒大爷了 请多包涵 你不是那叫花子吗 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是熊叫花吗 怎么又变成副少爷了 我即是他 他即是我 穷即是富 富即是穷 我的话 你们听懂了吗 你听明白了 不明白 看来 你们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犯不着为一个宝贝 都往死路上跑 我们只知赶楼住店 什么宝贝不宝贝的 你一会儿请叫花 一会儿阔少爷 你到底是什么人 二位姑娘生得娇艳如花 更应珍惜生命 对吧姑娘 好了 睡觉去吧 走 土大哥 咱们亲热亲热去吧 洗妹 不要摸我 洗妹的 这位兄弟说得极是 诸位不妨三思而行 对呀 要什么宝贝 我这小店历来是清静之地 容不得刀弓血影 你村子洗妹 刚才还拔刀要杀我呢 这 她可不是来夺宝的 她是来抢老公来的 郑大叔 这孩子 好 既然你们都不是来夺宝的 我也就不再多啰嗦了 告辞了 这位兄弟 你一日三遍多管闲事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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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问的是你 你怎么问我 知道你是谁就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他是谁 就知道我是谁 很厉害 再说说是谁 达到计精致来 小心胡保 啊 野野 我怎么觉得那小伙不像张大侠 说的像是你 不像也是你 你这个孩子 当年就你见过张大侠吗 那晚 黑咕隆咚的看不清吗 画倒也是 那图巴尔真是张大侠的话 就再好也不过了 如果不是那他也不错 那哪成啊 我是非张大侠不嫁的 张大侠也真是的 钱不露面 后不露定的 让人急的谎 都快成病了 新妹子 今天晚上你可别到处乱跑 大概要出事 咱爷俩可不掺和这事 我才不管什么夺宝 我要是找到张大侠 我就和他成亲 没休息 你要干什么 我看他过少是傅宇伦 我看也是他 杀了傅宇伦 再多久能蹲 诸位半夜来访 因为何事 要你的命 我好言相劝 你们倒动了杀鸡 来 我们到楼下一吃 好 奉陪 走 走 他要把他女妖精打死我才痛快 我哥哥输了 我去帮他打架 帮谁 土巴尔 他要真是大侠 我不能眼瞅让他吃亏 这小丫头 土大哥 喜妹子帮你来了 夏天姐 这关你何事 土巴尔 你要是多有几个情妹妹 咱们这事可就好办了 杀了这个人 我把土哥哥让给你 我找老公凭自己的本事 谁要你让 咱们换个地方打 别在这碍了人家手脚 愿意奉陪 走 小心灯火 小心灯火 别打了 喜妹子 别打了 你的土哥哥被打伤了 谁打伤他的 那个琼教花呗 你们是和土巴尔一块来的 告诉我 他是张大侠吗 嗯 他就是张大侠 回头再收拾你 这会没人 咱们解保去 小心灯火 小心灯火 他们都睡了 宝贝在桌上 你干什么 你莫不是想独吞吧 独吞又怎么样 我要是不答应呢 你一个算命的 要什么宝贝吗 我要的正是宝贝 你一个大老爷们 别和我们女子认真嘛 除了宝贝 你还想要什么 我还要宝贝 我还要宝贝 四星眼 咱们到外面去打 谁赢了 谁再上来 走 喜妹 不要鲁莽 什么鲁莽 我要去问问 为什么骗我说你受伤了 一点小事何必认真 他们楼里亲你也是小事 我与他们并无关系 而且和你也是末路相逢 原来你咋把我忘了 我们何时相遇过 我问你 你这次来是不是杀官贼夺国宝 正是为此而来 我有办法进乌鲁鲁房间夺国宝 请喜妹子帮我 那你得说实话 你是不是张大侠 是 不是 那就算是吧 这回你总算承认了 你亲了我了 该去夺国宝了 你跟我来 抱住我 为什么 抱住我的腿 打了不打了 早该如此 快 快 快追 快点 大人 咱们走哪条道 是啊 赵飞 你 如果你偷了宝 往哪儿逃 我没偷 我是问你 如果偷了会怎么想 你说 我没偷怎么想 你太蠢财 我 往这边追 追 往那边追 来 这儿 多谢喜妹相助 还客气什么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这 爷爷 咱们家今天可是双喜临门 哪双喜 抢到了宝贝 找到了张大侠 张大侠 在哪儿 就是他 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 不 我不是张大侠 什么 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那是你逼我的 要不这宝贝能到手吗 小伙子 你真不是张大侠 我是戈达尔的后人 这宝贝是顺治皇帝赐给戈达尔家族的 在墓地修碑坊时挖出此宝 被乌格鲁抢去 我要夺回此宝 投奔天王 是这么回事 喜妹 看来张大侠还是没有找到 张大侠 张大侠 你到底在哪儿 喜妹子 别着急 张大侠一定在这些夺宝人当中会找到的 找到也不行 我都亲过你了 再嫁给张大侠 那不成二婚了吗 谁让你亲我来着 他在这儿 好啊 你们做一份当 要不是我们分离命家 这宝贝也到不了你手里 对 是铁分铁 十几分金 不能含糊 大哥 你怎么忘记了 咱们要带着宝贝投奔太平君 我一见这宝贝就昏了头了 什么太平君 孤男的可不答应 谁要你答应 臭不要脸 一见破烂竟惹得江湖反目 好笑好笑 什么破烂 这是国宝 宝即是草 草即是宝 贪之为宝 弃之为草 如果我想要它的话 转眼之间就会到我手上 用你这打给我棍 不用刀枪 我只要叫声来 它就会从喜魅的手上飞到我的手上来 我才不信 你叫吧 我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你那样 我不用叫它就飞过来了 要双手用力抓紧 对了 你们眼睛睁大点 耳朵伸长点 我喊了 一 二 二 你骗我吗 不 我担心你们骗我 那是个假的 它就飞不起来了 胡说 刚才涂巴人看着我偷的 不信 你自己看 来 这不飞来了吗 上 炸 破烂还是放在我身上好 你看 两个好了 就是 此人用的是江湖失传已久的拔不缠弓 听说我只有张大侠和傅宇伦能用此弓 如此看来这神秘汉子乌公超群 真是笑话 一个破教花子就把你架成这样 大姐 我们走 这宝就白外丢了不成 找他去 如果他是傅宇伦 咱们丑空子就把他杀了 夺回宝贝 好 如果他是张大侠 咱孙女就又储了 大人 大人 咱们哪儿没有 我不见人死不见事 找不归宝 皇上要我们的命 大人你看 有人来了 去 截住他 走 站住 赵奎在此 交出宝贝 听见 原来是镇守使大人 你两度失守 可见你是不想要他了 大人 你是 九龙尊是皇上的 可脑袋是你自己的 要小心当你的差 你 你是傅大人 卑职给傅大人请来 什么傅不傅的 我叫花子穷还穷不够 叫花子 帮我宝来 大人 拿我的帽子 你敢打我上 上去 等等 让我和这位姑娘玩会 什么 好 别动手 小傅大人 玩会 玩什么不好 非玩命 让傅大人玩会 亲我一下 来 来 来 去 去你的 小女儿 你的小脚很 这个小丫头 你敢打我 傅大人 你干什么玩下去 我们的脸蛋可就受不了了 好 接着 大人 宝盒又回来了 谢大人 快不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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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们在这儿 把九龙盾交出来 宝盒在官兵那儿 走 几妹子 快走 大人 咱们走错路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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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快走 宝盒 宝盒没了 宝盒 这东西已经闹得江湖不合 我看各位就算了吧 笑话 到了你手上就劝我们算了 交出宝盒我们再说话 我要是不交呢 难道怨不得我们了 上 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功夫 只有傅宇伦才能处得如此招式 你们二位到底谁是傅宇伦 你这人真有意思 别人找宝 你却找人 这九龙尊我说是货 你们偏说是宝 为了他打打杀杀丢家气小 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你要看他不是宝 为什么没白没了 多谢了 追 追 走 咱们追 走 快 怎么又是你 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 我 我要你帮我找到张凤吴张大侠 找他 找他干什么 他是我未成亲的夫君 有这等事 三年前我路易盗贼行凶 是张大侠拔刀相中 他带着我在野地里泡了一夜 这和娶妻有什么关系 我是黄花闺女 我是黄花闺女 被男人带走一夜 不嫁她 我还能嫁谁 这是两回事情 喜妹子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救命 快来 救救我 喜妹 别走 你就是大侠张凤吴 你怎么认得 我脸上又没写字 当年张大侠抱我也是这样 三年前的事情 你一定是弄错了 你说不说实话 我说不是我就不是 你杀我有什么用 你 你不说 我就死给你看 别急 就是你 当年你也是这么卸了我的刀子 快走 有人追来了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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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 请把酒送到我房间来 是 姐姐 你一会在厕所先生的房间等我 我进她房间去 慧英 你怎么对付她 此人无意高强 我有看见本事 她又不上工呢 是猫就爱吃鱼 是男人 她就爱女人 你可得小心点 你在她的门外接应我 什么人 先生 请开门 是你 先生 小女子仰慕已久 今天终有缘分 在下何许人也 有劳家人仰慕 你怎么这么酷 你鹦鹉魁魁魏 武艺超群 女人就是喜欢你家的男人 国宝在这 你是为宝而来吧 先生 你太不懂得女人的心了 她是死宝 你才是我的活宝 我怕你承受不起 我怕她的心能耐有人 你以为我会上你当吗 你以为九龙日月尊乃皇上镇国之宝 岂是你们这些江湖人等可以染指 你 你是傅宇伦 不错 我正是傅宇伦 姊妹子 图伴是个老师 我看你就跟了她 那怎么行 那我不成二婚了吗 不行 那哪行 大人 国宝被那册子先生拿走了 傅大人也不见了 咱们怎么交差 你去废物 快去找傅大人 快去找我 去 只有找到傅大人才能找到九龙尊 傅大人 傅大人来了 国宝有希望了 九龙尊已送往热河 你们为何还在此地 此话当真 伯格鲁 你现在赶往热河 必可得到九龙尊 再过上半日 小心旁人冒了宫 要想保住脑袋 就赶快去吧 姑娘 上回打的是这面 这面还没打呢 还够你玩一回的吧 傅大人 谁和你取闹 我走 我走 大人 大人 他是什么人 满座 像是傅大人 可那位厕子先生呢 也许 这两位傅大人必有一个是假的 废话 咱们还是先听这位傅大人的话去热河 走 走 这怎么回事 谁干的 这是怎么回事 谁打的 这傅宇伦也太狠毒了 庄老师 这刺刺先生真是傅宇伦吗 正是傅宇伦 他得了宝贝 已经往热河去了 什么 闹了半天 你不是傅宇伦 等等 庄老师请留步 你是张大侠 张凤吴 张大侠 我格德尔家族的传世之宝 断送在我的手上 我 我还有何面目见九泉之下的先祖 张大侠 传世之宝 我只好去趟热河了 也该让天下人知道皇上这百年的秘密了 什么百年秘密 天机不可泄露 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咸丰在热河部下重病 专用江湖好汉上钩 你们要多加小心 他怎么走了 你追不上的 他使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巴不敢禅功 谁会巴不敢 这如今只有大侠张凤吴才会 皇天不负我虚成 你真不是 爷爷 跟他没关系了 快给我收拾嫁妆吧 我找张大侠去 这就嫁出去了 持嫁早嫁 都是嫁吗 晚了 又得满世界去找他 好 爷爷 爷爷 这就给你准备下装去 大哥 咱们也奔热河去 这 你还等什么 亏你还是帮主呢 连一点侠义心肠都没有 让张大侠一个人吃亏 喜妹说的对 有中兵我也去 九龙尊还在乌格鲁手上 好吧 如今朝廷无道 不如借此机会返了 一同到江南去投摸同学权 好 那我还得准备嫁妆呢 喜妹子 图伴 咱们一块走吧 免得被别人说咱们不讲义气 走 怎么都走了 我女孩家一个人怎么敢落 爷爷 还有我呢 爷爷 来了 爷爷 他们全走了 别着急 爷爷送你 走吧 六公 您这是上哪 喜妹要出嫁了 我去送她 店里的事就交给你了 爷爷 快点 这么就嫁出去了 皇上 臣刚刚捡的一纸条 惩请皇上过目 念 这 傅一轮吴格鲁欺君网上 假借互保之机 一甲换针 有这等事 谁要是私自开启宝盒定斩不赦 这皇上 不过这纸条有些蹊跷 莫非是有人 不管是真是假 见到了就会知道了 是 还是皇上盛名 大人这都到任何地段了 可宝盒在哪 富大人 富大人的话应当不错 是啊 要他不是富大人怎么办 他要不是富大人 那我这大人也没一天了 皇陵宝盒 是宝盒 你是 御前护卫 傅宇伦 这年头 怎么哪都有冒牌货 可让他真有宝盒 吴格鲁 你受命押宝送热盒 期间三次失守 该当何罪 听口气 你倒想真的 你看看 是真的 卑职拜谢大人 拜谢大人 这是那位阔少爷 又是什么人 我正要问你们 那位阔少现在哪里 不然有福病 爷爷 快进来 快 张凤吾 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傅宇伦 你让我找得好苦 这些年来江湖上还是那么艰苦吗 人在江湖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这个人可以拼命 但是不能吃苦 我倒是都能应付 我这些年来江湖没有 他讨计 他就是 废物 都拿下 快 快点 快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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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侠 得罪了 傅宇伦 傅大人 你好自为之 带走 走 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这就是从葛大尔家墓地挖出的那个吗 正是九龙戏诸事 岳孙 傅宇伦 你说呢 臣等拼死护送不敢有误 把他打开 这 皇上 打开吧 这 皇上 您看 您看 让他们也看看 喳 来人 在 皇上 我冤枉了 都是傅宇伦一路护送的 皇上 我冤枉了 皇上 饶命了 皇上 张丰武了 苏孙 张丰武已被臣拿下 各路野寇还没有上钩 把乌各路赵奎押出斩首 皇上 我冤枉了 皇上 我冤枉了 谢皇上恩典 傅宇伦 你能替朕拿下各路野寇 朕就赐你不死 谢皇上不杀之恩 臣本当尽力 大哥 媳妹 现在就要杀进城去 什么 郑大叔 我要杀了傅宇伦 解救我的夫君 媳妹子 不要哭 要死啊 爷爷跟着你 谁说我要死了 媳妹我还没有成亲呢 郑大叔 你要给我做主 帮我救出夫君 媳妹子 你别着急 大叔一定给你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张宫 是我们敬仰的大侠 我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哎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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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我的 meu 我的 你 我的 照佛服 你流窜江湖 扰乱魂岗 触犯打清利率 死到淋头 澳全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ique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然有话要说 不然我也不来了 这次皇上集于派人护宝来热和 热和百姓都知道皇上要的是九龙尊 凤吾不才却是先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 大哥 原来是他在我家墓地夺了宝盒里的东西 盒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贝 这就是朝廷的百年秘密 这次皇上急于派人护宝来热和 就是想保住这不可告人的百年秘密 还想利用九龙尊作诱饵 绞杀江湖义士 削弱太平军的势力 企图保住奄奄一息的清王朝 张冯公 不许你再说话了 诸位大臣 傅宇伦大人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这百年秘密是什么吗 大人 这是顺治皇帝给格达尔家族的圣旨 命令格达尔家族放下武器 向俄仪投降 把西式珍宝九龙尊献给俄仪 太平民地了 大人 这可不是说了 这是格达尔留下的解书 他告诫子孙后代 是大清朝顺治皇帝出卖了他们 要子孙后代不再理会什么朝廷皇上 如有入侵之敌 一定杀他个片架不留 朝廷不义 我们反了 找到 挤 走 走 奖 拿走 快 拿走 快 拿走 远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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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你 杀 来啊 滚蛋 快把门带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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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哥哥 你敢打我 我去 弟弟人吧 咱们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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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走 没啥 张大侠 余神 太平君徐成 联络大侠 起义来了 徐统领 好 你这个长毛贼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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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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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徐通灵 天王 等你的消息 凤无遵命 徐通灵 徐通灵 大侠 你可以去 徐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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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点 你这破驴还不快走 我的夫君又该找不着了 我心飞 思愿把你相随 谁将你闯入我心飞 上夜风光 水也疯狂 平凡自在天地光 树栈心胸 美容感肠 微微一笑又何方 于是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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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